绘制佛菩萨像能够使大众调心、调气、培养全定的功夫 传承佛画艺术使佛画的学习单纯画没有门槛限制 让所有人都能学习绘制佛菩萨像 佛像画也并不像一般人想的有那么的困难 他只要愿意画 我们就有专业的老师在陪伴着他 从初到一直到高级 阶段性的 只要有耐心 很少不会成功的 那么这一次的展出呢 同样的有体验区 体验区呢 也是为了一些小朋友 他做体验 所以有一些的Q版 当然也有正统的 主要是接引各阶层的 包括老人 还有妇孺 通通都有机会 一视同仁 那么见像就如见佛 佛的功德力呢 因为他说法 除了说法度众之外呢 他的像还有他的名号 都是度众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今天有因缘 就是用佛的一个庄严像 他呈现了他的各种一种法像 然后呢 因以和声得度 献和声 去做接引的工作 所以呢 每一尊都有他的具有的代表意义 比如说地藏 他的愿意也非常的 非常的大 我们学习他的精神 然后落实在各个层面 佛菩萨也不忍众生苦 那么每一个人呢 他心无助的时候 如果他一笔一画 是安定的 很多事情 他是不要而遇 甚至于一些的烦恼 他都不浮现出来 即日起到国内的10月31日 欢迎大众前往此季松山联络处 欣赏万德庄严佛像艺术展 十方新闻记者 来基隆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万德庄与佛像